呃 Yeah 所以 這個 大家補都看過 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比較高維的 星星 好 如果我現在有一個 對我剛剛討論這個情形基本上都是 一維的這個 對 那 假設我現在有一個二維的星星 那我現在考慮的這個情形是 比較簡單的 就是說在x 方向跟y 方向的這個 force constant 是一樣的時候 所以 我的equation motion會寫成 x 所以這個變成就是 f of x f k x 好 所以 d p 可以 好 可以 所以你可以畫出來 它這個 軌跡的這個 這個 的樣子 我等下會用什麼一邊放它 不會在電腦上面 基本上 唯一重要的這個 parameter基本上是 這兩個的這個difference 對 因為這兩個就固定 如果我a等於b的話 delta等於 alpha等於β 對 所以基本上告訴我就是說 x方向跟y方向的這個 phase difference 所以 舉幾個例子來講 如果 delta等於90度的話 也就是說 嗯 假設 alpha等於90 beta等於 beta等於0 所以 x永遠是 超前這個 這個y 所以就是 反正發現 這其實是一個圓 好 另外的extreme case 如果delta等於π的時候 那 另外的extreme case 如果delta等於π的時候 好 所以他們的這個軌跡 基本上就是在 這條線上面 做一種 ok 好 所以 嗯 這個是比較簡單的情形 對不對 所以 你基本上是每個可以 dependent解除 那 唯一 唯一 唯一這個 唯一重要的這個parameter 對 基本上是這兩個 的相位差 那接下來這個情形 接下來這個情形 假設 我在xy方向 我在xy方向的這個 false是不一樣的 false constant不一樣 也就是說 我有兩個frequency ok f x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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y x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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y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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x y y yx 上面這個是 只不管你的 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 face alpha 這個delta 是多少 對不對 delta 是多少 他們 所說來的這個 這個 軌跡 基本上都是一個closed trajectory 對 因為它的frequency是一樣的 因為它的frequency是一樣的 ω0 都是ω0 對 他們的frequency是一樣的 對 所以你走一個周期 他們兩個 就等於說 x跟y方向的周期是一樣的 對 所以 所以這整個系統 對 x走一個周期 y也走一個周期 所以它所有的這個orbit 都是closed orbit 所以它所有的這個orbit都是closed orbit 好 可是這個情形 這個情形就不一定了 對不對 這個情形 我的solution還是 寫成x等於 所以 這個 是 0 0 0 y over wx tx 那 y方向也有另外一個這個 好 那 在這個情形的話 你要有一個 closed 這個orbit 對 你要有closed orbit 然後的條件是什麼 就是 是不是 走過 整數式的這個 要等於走過另外一個整數式的這個 對不對 因為我的 你可以想像我的x是這樣走的 對 那這邊的周期是tx 那 y是這樣 這樣走的 這個周期是ty 對 所以如果這個 這個orbit 是要這個closed orbit 這告訴我就是說 不要走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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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 比如說 p4 px 對 跟 q4 ty 他們的時間要一樣 對 他現在要不然回到原來 就這個 這個位子 好 那p q 都是整數 好這告訴我什麼 這告訴我 是 x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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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也就是說 這兩個的Ratio要是一個有理數 對 一個Ratio是要有理數 所以這個是 OK 那這個All B才會是Close 所以這個我們說Omega 跟OmegaY 是commensary OK 所以commensary的意思就是說 你走P次我走Q次 我們就可以 我們就可以 可以 到達到同一個點 這個東西叫commensary 就是整數倍 兩個都可以用整數倍來採 那 如果 他不是 整數倍的 不是一個有理數的話 比如說 我這個OmegaX 我這個OmegaX 這個OmegaX OmegaX OmegaY 這個有理數 是 1號 所以你可以想像 所以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我不管怎麼走 對我不管走幾圈 在X走幾圈 Y走幾圈 他們永遠不會碰到 不會回到同一個點 對 所以 這時候情形的話 就會變成 可能 這個是原來的點 然後這個 這個Evolution 他可能會回到 軌跡可能會回到 很靠近這個點 可是 不會Exactly 碰到這個點 因為 你X走了 你沒有要讓 X走一次 對 然後Y一直走一次 所以 基本上會有很多軌跡就是 軌跡就會 就是原來的點 很靠近在那邊很附近的 經過 所以 當時間很長的時候 你在軌跡進來填滿就對了 OK 好 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 一些conventioner的這個情形 我們是要將西瓜放在上面 中間雞翼 可以讓冰箱 reconoc去 很重要是 它會很難以去 我們是要卡在上面 因此,外賣的主意 好 那這個code 所以基本上我設了我的幾組這個 這個Omega X 我叫A 然後 Omega Y我叫B 那我讓我的這個 這個delta是pi over 2 所以我就畫四個圖形 這個分別是這個 ratio 1除以1 3除以5 5除以7 3除以4 大家可以看一下 OK 所以1除以1沒有surprise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這個情形 因為就是 這個aspectratio 應該是一個圓 Ratio 畫出來這個ratio 剛剛是不一樣 Sorry 對應該是個圓 好 那 第二個圖的話 是這個 5分之3 是這個 所以 Ratio是5分之3所以 你基本上 是 可以看 比如說某個點 Y這個點 Y 走到這一點 我走到負1 3次 然後 X走到 負1是 Sorry X走到負1是3次 Y走到1是3次 X走到1是5次 OK 所以 他會有這樣的close orbit 那這個叫 Lisazio 好 那所以說 這個pattern OK 誇張一點 來個直數 97是直數嘛 對不對 對 讓我把它放大一點 好 嗯 那如果我把這個改成 Pi 我再放了什麼事情 Ratio Ratio太不好了 沒有 同一碗 等等 准备了 这个是 这一碗 是 是 这一碗 是 这一碗 好 好 好 所以我現在的ratio是 就是pi 除以1對不對 所以 在這個如果是 1除以1的時候 基本上就會回到一個closed orbit 如果是pi 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 他 他沒辦法close 這是他 其中一個是7點 對不對 所以他試著要close 他沒有辦法close因為他不會 有一個 這個走 走這個 走整數倍的這個frequency 對不對 去得到 去得到一樣的這個這個這個點 XYS 對 那我讓他 那skill他還是沒有close 那我讓他走久一點 對他基本上就是這個pass就一直在 再重複 所以你只要一個那比如說 所以你只要一個那比如說 我們回到剛才就是 那這個97103這個case 這個rati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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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在 你要在 f y方向 17次 然後x方向 11次 對才會得到這個 所以 我其實可以 讓他 好啊 對 所以就是說因為我可以讓 用橫兩個靠近的這個 這個 我可以用 我們可以compare一下就是這個case 如果第一個case是用pi的話 來比較一下這兩個case 我們記得 我時熱之後 這個 這個第四個這個case 他一定是close orbit 可是因為這個 irrational number的話 他基本上 還沒有close 對 那 對 對 那你來看 那你來看 principle,這裡不應該是全部被塗滿的 好奇是不是因為plotting的plotting 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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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 好 好 OK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是這個 這個 比超乳 Curve 所以這個其實如果你懂一點Python 或是 沒有人的話 或Julia都可以在家自己試看看 好 好 那如果你還記得我們 我們過去在這個 提這個 Pythonia Dynamics的時候 我們有稍微提到這個所謂的Face Space 那我們來看就是說 好 In general Face Space是一個 XLP 所組成的這個 這個 這個 Space 所以 對不對 在課本上的話 它是用X dot 那Single particle的時候 沒有什麼 太大的差別 好 所以 所以 我可以做 寫衛號明 oscillator 它是X 它是X dot 好 好 好 那 呃 這個告訴我就是說 這兩樣是 我可以把Omega0 呃 我可以把這個 這個 Cosine跟Sine的這個 這個 這個把它消掉 如果我做這件事情的話 是不是 好 就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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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好,可是我就知道就是說,這個 系統的Total Energy 意味道是二分之一 K K 0方 所以我可以把它寫成 X 0方 所以這A平方 就是 兩倍的E 除以K 然後 然後這是 X Total平方 A平方是 2E Over K 乘上 A Over N C 就被我們就打架了 我們等一下 我們先等下 C 好,所以我知道就是說 如果我畫X,X.x的話 給一定的能量 這個是什麼?這個是一個橢圓的方程式,對不對 如果我的X是X X.x.y的話 好,所以這個 這個 基本上是 這個長度是 這個長度是 Q1 over M Q1 over M 好 那 給我另外一個Energy的話 給我另外Energy 它的這個 這個入鏡 一樣是一個橢圓 那長手短軸是一樣是Energy來 來決定的 好 那所以你可以 在不同的這個 你可以在這個 這個Face Space裡面 畫出這個所謂的 等能量限 對 那這些這個等能量限的話 第一個 他們之間是Bread Cross 對不對 給我一個能量 基本上對應的是一個這個 一個橢圓 對不對 好 所以 這個 這個我們叫Face Pass 這兩個這個Pace 它是Bread Cross 好 那這為什麼呢 你可以想如果假設 我現在有一個 有一個另外一個整能量限 在 這一點 我把它跨長一點 這一點Cross 這是E3 既然它是叫整能量限的話 對不對 表示說在這一點能量 它要等於 我這個叫做E2 對不對 他們在同一個這個這個線上面 表示說能量是一樣 對不對 所以它不可能又是E3的能量 又是E2的能量 如果假設它 它是不一樣的話 所以是不可能 所以它不可能Cross 所以 兩個這個 這個 兩個這個 兩個這樣的這個軌跡 是不會Cross 那另外一個 這個這個軌跡 這個軌跡如果我的Initial Condition在這邊的話 對 Initial Condition在這邊的話 那 我的 X是Maximum 對不對 那我X要Decrease 我的Velocity要增加 所以 這個軌跡 在這個 這個Plan上面 它的都是 逆次正常 對不對 你看看 我如果 Initial Condition在這邊的話 這一點怎麼是 X等於 小子是A 我跟X大等於0 那對一個Simple Harmony Offer 這就是 你糖紅剩下最長的時候 對不對 那糖紅剩下最長的時候 我預期它什麼 它 X要變軟 它要回來 然後速度要增加 對不對 那到這一點的時候 這是平衡點 X大等於 等於最大 X等於0 對不對 那 這個 這個 速度 不是 這是反式 因為它是要負的 往這個方向 所以現在往這邊走 反正是順子 因為我的Velocity要往這邊 好 所以 這個我們之前 在做 Hamiltonian Dynamics的時候 也有稍微提到 就是說 你怎麼決定 如果把這個 變成 Mx 變成P 的話 你怎麼決定這個軌跡 這個點 假設我現在有個點 在這個 這個平面上 這樣子 那它你怎麼決定 它 隨著時間要怎麼變化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是給用那個 Hamiltonian Equation給你的 Hamiltonian Equation Motion給你的 所以這個 我就可以有一個 我可以把 這個東西 每個點 對不對 幾何上面的東西 把它對應到 我的這個 我的這個 系統的這個狀態 對不對因為這個每個點 對應是 就是 x t 還有 x. p 對 可是我又知道這個 x 跟p 他是符合這個 Hamiltonian Equation 對 所以給我一個Hamiltonian 我就可以告訴你 這個 這個系統 或是 這個系統的狀態 隨時間演化 那在這邊我用幾何方法就等於是在 這個xp這個平面上 是怎麼 怎麼跑 所以這是 所以 這個evolution 你可以把它抽現化變成一個幾何東西 可是幾何東西基本上就是 告訴你 這個 這個東西 他的這個 這個equation Motion 對 對 他的 equation Motion 就是 所以這就是我們那個harmitonic equation 的物理的幾何上面的意義 就是說他告訴你 這個系統如果把當做一個幾何上面點的話 那我隨這個點 在這個像空間裡面做時間演化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follow這個 這個 Harmitonic equation 好 告訴我 我這個下一個點 我的這個 這個p要怎麼怎麼移動 好 那 先問一下你們 大ES普悟的這個 就是這些這個damped oscillation 還有driven oscillation 講了多少 有解過 differential equation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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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沒關係 我們還是勾組一下 因為 有可能有同學忘記了 OK好 那 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 好 我們下一個 就關於 一個 那個 感谢观看